民阵发起了大型游行举行载机 昨晚却发生了召集人陈子杰 被四到五名凶徒用铁锤洗击 导致头部和手部受伤 这已经是陈子杰近两个月内第二次遇袭 民阵副召集人陈浩元事后透露 凶徒曾经用刀来组合旁人出手 就陈子杰行径猖狂 8月遭遇两名蒙面男子攻击 但获得朋友保护 而没有受伤的香港民阵人权陷线召集人陈子杰 昨晚再度遇袭 但这一次没能侥幸逃过 被四到五名凶徒用铁锤猛打 握倒血破中 陈子杰头部和手部受伤 事后紧急送院治疗 民阵副召集人陈浩元事后透露 凶徒曾用刀组合旁人出手救陈子杰 行径猖狂 那些凶徒是尝试去阻害其他人去救Jimmy 那些人就是在附近工作的人 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在现场 只不过是因为被刀阻害 所以没办法去救他们 民阵强烈选择凶徒的行为 同时不排除凶徒的动机 是要制造政治恐慌 寒蝉效应 逐贺人们参与民阵 这个月20号举办的大游行 不过陈浩环透露 陈子杰在救护车上 表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强调集会照跑 去请大家现身参与 而陈子杰清醒之后 也给大家传口训 报平安 表示伤处很痛 却令他更能和所有手足感同身受 同时感谢警方迅速到场 拒警警方揪出真凶 另一方面 警方董一晚也召开记者会 表示用铁锤和刀袭 基层子杰的凶徒 事发时蒙面及穿着黑衣黑裤 相信不是华裔 警方将案件列为商人案处理 并强烈谴责暴徒行为 强调不论任何犯案原因或背景 警方都会严肃处理 积极跟进 至于有媒体拍摄到警方用脚踩 踏现场血迹 警方解释他们第一时间 以救护伤者为主 可能碰到了血迹 但相信对案件调查和证据 不会造成太大影响